我是基金销售 对于我们在销售基金的方面 包括一些科技方向 金融安全方向 这些都是我们后续去跟公司去提一些产品的布局 包括我们后续对客户的一些重点的销售方向 我就是做市场研究的 对明年的经济的定调 然后明年的包括货币财政 然后还有一些产业政策 然后科技创新 我们也关注人工智能 还有一些新兴战略的产业方向 金融分析师 对宏观政策的解读和跟进 是我们的重要工作之一 也能够看出来国家对于数字经济 然后包括这种银发经济 然后这种消费的一个体振的一个作用 字幕上今天动作可太多了 从年初落地全面注册制 到后面那个提升北交所19条 以及对基金对证券的就是一些新的规则 能感觉到就是目前这个中国的金融市场 在处在一个结构调整的这个时期 能从这种频率看到这个国家 对于这个事情的重视吧 今年的一些什么V盘的指数 还有数字经济的这样 今年一些亮眼的表现 能够看出我们在这个整个的经济结构性 转型的这个过程中 资本市场还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提振了包括比如说像半导体啊 然后这个AI、JC啊 这些的这些科技类企业 他们整体的这个融资能力 首先他提到的就是对于数字经济的 这样一个大力的这个推动作用 那他肯定是率先受益的一个部分 就是提到就关于内需这块呢 肯定是消费这块嘛 包括食品啊 包括这种汽车啊 我觉得一个都是未来一个 可能需要就是会向好的一个行业啊 肯定目前还是就是高端制造 高端间技术以及这个新能源 这个环保相关的这一系列 我们觉得就是今年的这个市场 其实就是表现比较偏结构性嘛 那在这个政治局会议和经济工作会议的 这个指导下呢 就是那明年我们对明年的资本市场 肯定就是更加充满了信心 然后也将在这个经济会议 经济工作会议指导的这些行业下呢 进行这个行业的这个配置 2024年我希望A股过得比2023年好一点吧 考虑到目前北交所的利好政策一个接一个 而且我相信2021年成立的交易所嘛 那么所有的这些市面上的实体企业 经过了几年的储备和发展 应该开始进入到了一个 踊跃进入北交所的这么一个时期 就是前期的培育工作已经做了 大概有这么多两年已经过去了嘛 我相信后面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我信心比黄金还重要 作为这个集中群众来讲的话 那就是首先目前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然后坚决不能躺平 我觉得未来经济向好 这个大方向是肯定是没问题的 在福üler中的我的审论 在福岡家里面一边 我们不在外国跟福岡的一个地方 都没有在福岡对� 在福岡属于福岡市有福岡市与密钯